玉儿前来送饭在外听到一切 第二天与江边举行祭祷仪式 朱元璋并无哀容甚至有些得意 他看到二虎因失去至亲悲痛不已 便许下两个条件了表安慰 一是让他承袭大火的军衔与爵位 二是做主将玉儿姑娘许配于他 胡卫庸以为获得大功效应上位 却被朱元璋生气的一把推开 李善长将胡卫庸喊到车上训斥 差事刚办完就要逃赏简直幼稚 现在上位对他是唯恐避之不及 并大胆预测胡卫庸的三个结局 一是升官二是掉脑袋 胡卫庸顿时感到万念俱灰 仔细思考着如何趋利避害 李善长作为胡卫庸的举荐人 自然不会做事弟子遭遇不测 便指点他像往常一样泰然处之 并要他拉开窗帘露出笑容